好,今天我们接着来看我们的火影的五元卡包 然后接着希望我们的SP名人 SP名人保佑我们开到更加多的好卡 因为上次两元卡包开到了一张SP卡 让我那个心中睡不着觉 好,接着是我们的我爱罗 我爱罗还是很有一个影响力的人物 在火影当中 在火影当中就是能让大家留下印象多的 当然人数也不少 但是像我爱罗一样的吧 其实很多人的头像什么都是使用我爱罗的 所以我爱罗的人气是相当的高 相当的高 所以说我们其实可以看看 就是其实我们其实也可以做个投票吧 就是说哪一个人物是你们心中当中的火影 就像现在之前抖音上 也会有很多说 如果你只有这一点点钱 你会去救谁 救谁就是说说就是利用仅有的钱吧 你会去救哪一位 救哪一位 当然这个就是因人而易 每一个人吧 对对就是每个人物的喜欢是不一样的 就比如我 我我如果就是有有能力的话 肯定先救厨田大小姐 厨田大小姐 那么谁把他救在最后呢 那我相信很多网友就是大部分的人一定会说小鹰可以不救 小鹰可以不救 因为小鹰吧 就是就是一个比较比较招人不喜欢的吧 但是也不用这么说 但是因为我个人认为就是小鹰对那个就是阻住的一片真情啊 其实真的还是不错 只是左柱可能不领情 那么左柱不领情 那个就是也没有办法 然后再加上我们的名人呢 又是是比较大大咧咧的 所以就会有这样 但是其实名人跟竹田在一起 觉得我觉得还是作者设计的这一个情节是不错的 因为我觉得像名人嘛 像名人其实也是属于木叶村的大英雄 大英雄 接着就是说到小李 小李吧 其实前期被我爱罗打的这个残废 其实让他后面那个发展就达到慢了 所以说如果像小李也能开到八门 如果说小李也能开到八门 那这个活影的战力就不一样了 那你想小李如果都能开到八门 那他跟阿凯出去 两个人就打变无敌手啊 每个人开八门 那别的圈子不要打了 当然就是修炼八门 八门盾甲之初啊 其实真的也是需要 要就是有一定的天赋 然后跟一个忍耐力 因为像不是人人啊 都能就是坚持下来 因为像这个就是很有可能死嘛 对吧 就像那个 当然他很多人说您是为什么不学 一可能是凯老师啊 认为他不够具有这个天分 另外一个呢 就是说他们有白眼有独特的优势 那么像小李没有 所以他只有刻苦的训练体数 因为小李是忍输一点都不会 至少凯老师还会痛理出 我们那个小李吧 则是这个努力型的人者 努力型的人者 当然就是前妻来说 其实我之前就是在出高中的时候 当时看了火影忍者 他绑是他绑类似钢条嘛 其实我自己也会买沙袋绑在脚上 然后就觉得自己像这样修炼一样 我觉得大家小时候都应该做过 类似这样的比较中傲的事情 然后正我是一个脚绑 2.5公斤 然后两只脚总共5公斤 然后平时走路一开始吧 就买的时候就觉得走路还是比较 头重脚签 这里开着一张AR卡不错 然后就是骑自行车嘛 然后就是有时候脱条 就会觉得身轻如燕 但是这个时候重心就不一样 所以当时后来也是觉得 这样的行为比较危险 比较危险 所以如果大家有这样 其实也不建议大家去这样做 然后这里说到是那个 牛女曲根 牛女曲根是作为根组织的一个成员吧 作为根组织的一个成员 每个人都要有独特的一个战力 所以说要再跟组织待下去 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所以他平时都是戴着手套的 在战斗当中把手套把手套拿走 然后当然了 这个时候跟我们的一个 阿非对战的时候 他毫无胜算 毫无胜算 那么毕竟是 是他可以把它吸进去 吸进去 对吧 毕竟作为雨之波家族的 那你 这个有雨家族 你肯定打不过的 那也没有办法 然后接着就是我们的托斯 然后是天天 然后是这个 然后这个是SSR卡不错 虽然这个是辅助剂呢 但是这张SSR卡是属于好看的 好看的 对吧 其实像有 像有些卡 他做的比较好看 其实也是我们喜欢的一个造语 这其实作为对战卡 大家了解我的知道 我其实更加喜欢把它做一种观赏卡 观赏卡 其实观赏 其实我觉得才是比较有乐趣的 而不是就是怎么说呢 就是说嗯就是就是怎么说 就是把它拿来对战 其实如果真的要对战 还是我觉得要放卡包卡侧 就是像我是个买的卡侧 就是一张可以放进去 因为小时候当时 我也玩卡 但是就当时没有卡套 不可能买得起卡套 那么这个就是有问题 有什么问题 就是卡很容易脏 那么现在像这种收藏的卡 它都有一定的价值 一定的价值 那么如果把它弄脏了 那心里肯定会不舒服 心里肯定会不舒服 对吧 然后像现在这样开到的 这个卡吧 就是说 好像 好像都没有 都没有什么 都没有什么 然后今天好像 好像开到的 好像就暂时来说 大概就是要么 另一张放完了之后 就 就现在还没有 就是还没有好的吧 可能那么就要等下一次 然后因为大家可以看 我其实五元包真的买了很多 所以 所以 你看 这透明卡有这么大一叠 所以说 就是像龙珠卡一样 我到时候就要买一个 把它收 收收好 收收好 然后是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 我也会 接着给大家 做一个开箱系列 然后谢谢各位的观看 稍微的观看